家境富裕,却缺乏关爱的单亲女孩王子,与普通家层的王贝德相恋两年,两人多次分开,有重修旧好。 最近一次分手,王子像以往一样,每天都会悄悄尾随王贝德,试图了解他的一切。 对于王贝德身边突然出现了女友,王子持激烈的怀疑态度,他希望王贝德能正眼看着他心,并重归以后。 那么,事实,正像王子说的一样,男友为了达到分手的目的欺骗他,还是另有影中呢? 面对这样特殊的告白,王贝德会来到现场吗? 我特别不希望这个故事是我们想象到的很熟悉的第三个版本,男生得了绝症,找一个女生来说,爱我请远离我,我不想拖累你,我特别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版本。 但是究竟是谁的问题,我希望我们也吵不出个结果,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 我问你几个问题,王贝德今天如果不来,像以前一样避而不见,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? 我不知道,我还是希望他能过来吧,让我们一起来面对问题。 第二,王贝德如果来了,他告诉你,离开你真正的理由就是你给他太大的压力。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,我觉得他可以把话说明白。 你的父母门当户对的肝观念给他压力,还有你每天的这种生活,就是不工作闲散的生活也给他压力,你会做何改变? 如果他觉得我的家庭是负担的话,那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 如果他觉得我工作的这方面的话,那我可以去努力。 可以去工作吗? 可以。 可以为了他放弃闲适的公主生活吗? 我可以的。 门开了之后,他们希望看到几个人? 我希望的是他们两个吧。 为什么? 因为我想把事情说清楚,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 如果确实是两个人来了,他们俩确实有真感情,他就是烦你了,不爱你。 不会的。 如果是这样,怎么办? 我祝他幸福。 好。 好,你平复一下心情啊。 好。 好